YG是CubeBig 3之一,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成功的事业 然而很多时候,YG员工还是对偶像们束手无策 自出道以来,Blyping一直受到大众的好评 总是在排行榜和YouTube上成为热门歌曲 好用Log That舞蹈表演版,近期点击量达到13亿 而粉丝们却吐槽YG设计人员的无奈 在开始时,YG总是倾向于选择Blyping的照片设计海报 然而现在,他们只是设计没有图像的数字记录 粉丝们很快猜测,YG工作人员很无奈 因为这个概念中的Blyping的形象已经用尽了 此外,YGIDOL还超矮剧透 其中,Rose被认为是最突出的名字 在出席Tiffany的活动时,她宣布 新音乐即将到来,我们正在忙于准备一切 我也很兴奋能在今年晚些时候,以熏辉演出与歌迷见面 然而此前,YG官方并未对粉丝进行过官宣 在回归专辑Blyping期间 珍妮错误地发布了Rose的预告照 虽然很快就删掉了 但还是被Blyings发现了 在一次直播中 Somi还不小心走错了直播间 虽然她匆忙关上了门 但观众还是听到了那句台词 No, you can't take me down 据说是珍妮的声音 而当时,YG并未透露 任何关于Blyping回归的消息 Ido韩社 Mairi姐说最下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MING PAO TORONTO